今天很高興邀請到TSRS賽車模擬專門店的負責人 林均達 Trevor 來介紹專訪 Trevor 你好 Trevor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當初其實沒有特別想要創業 只是有因緣際會 當初因為我原本是接案的設計師 因為遇到了疫情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案子做了 剛好賽車模擬器是我 算是從小玩到大的興趣 想說不然來試試看 來販售相關的產品看看 之後發現市場的反應還不錯 所以就一直做到現在 應該是說當初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中斷收入 那想說可以來販售看看 對增加一點收入 結果沒想到慢慢就變成你的事業 是的是的 所以你是從小對這個賽車就有興趣 沒錯沒錯 那 坦白說因為我覺得在疫情期間創業不容易 那垂本在疫情期間創業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其實因為我覺得是受到疫情的幫助 其實我對我來說是幫助 真的怎麼說 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就是有那個 就是不能出去玩 出去會有那個管制 那相對的 像可能平常有在 玩車的族群 他們可能那個賽車 賽賽場的活動也沒有了 對也不能 他只能在家玩了 所以反而增加了 對反而疫情期間 很多人對這個有興趣 因為他們不用出門就可以 就可以在家玩那個 享受那個開車的樂趣 可是我坦白說在台灣玩賽車的算是小眾 對那你當初你怎麼去 讓人家知道你這個品牌 因為畢竟TSRS是一個新的品牌 你怎麼會讓大 怎麼 用什麼方式讓大家慢慢慢慢可以知道 其實 其實一開始我是很單純的 在電商平台上上架 那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有他們 自己 個別不同的需求 我就創立了那個 連續的粉絲頁 開始去 分享一些我的 不管是我 自己施工的照片 或者是 平常有一些 像我自己可能會 開發一些 模擬器裡面的一些 軟體模組的東西 我都放在上面就是 會分享給我的朋友 或者社團 這樣就是 大家也慢慢知道 有人在做這個東西 就有人知道你的粉絲頁了啦 對 他們如果想要跟賽車有關的 他們就會到這個粉絲頁來看 對 所以慢慢慢慢就有知名度了 好 那你們 TSRS這個品牌 你最當初你的品牌理念 基因理念是什麼 我希望客人能在家體驗 最接近真實 真實操駕的 的 開車體驗 開車的體驗這樣子 因為我本身是有在參加一些實體賽車的比賽 所以你自己有參加實體比賽 對 那我本身也有一些 就是 一些賽車類別的教練執照 所以我對 開實車這方面 還是有一定的 專業程度 所以我 能 給予客人 我自己 專業上的建議去 去調適出 他們想要的感覺 喔 是 所以就像崔北講 那你的服務的特色在哪裡 因為坦白講 因為在台灣這種賽車模擬 我相信 不可 不會只有你一家 那你覺得你跟別家不一樣的服務特色在哪裡 嗯 別家可能會 我坦白這樣說好 別家可能是 以 銷 銷售的目的 去賣產 可是我是 我是 我是以 能提供 服務 有 針車經驗的 喔 的 要怎麼講 應該是說 我懂 一般的店家可能就是反正我可以把他銷售出去就銷售出去 我幫你裝好就好 對對對 但是你比較希望是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希望大家透過你這個賽車模擬器就是模擬真實 就說真的對他們有幫助 如果說他是真的是一個比賽選手 他可以就是可以很逼真 很擰真的去 去練習 我希望他們 練得到東西 而且是可以實際用在真實世界上的 喔 可是我坦白說那買這種賽車模擬器的 就一定全部是選手嗎沒有人是那種娛樂性的嗎 他可以娛樂性嗎 當然也有 他的支援的遊戲不侷限於是 專業的模擬軟體 因為我是單純 開放鬆的 卡車的遊戲啊 或是在街上逛街的 都有 他都可以支援 那只是說調適的方向會不太一樣 那隨本你今天帶了兩款 這個 那個 方向盤嗎 對他是方向盤 是 那這兩種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種像是 圓形的我們稱作於圓盤 圓盤就比較接近我們一般在路上開的車 方向盤是圓形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看起來方方的方向盤 是因為有些 客人他想要有 玩 像F1的方程式賽車的遊戲 他們要有沉浸感 那個我們 F1賽車的方向盤就是 長類似這個樣子 他們希望 在家開遊戲 其實也有 假裝是自己是一個F1的車手 那我用的東西也要最接近是 真實賽車上的東西 喔是 所以F1賽車是這樣的方向盤 對 所以會買會使用這一款的就是 他真的在家裡想要 享受那種開F1賽車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坦白說你的顧客大部分都是賽車手嗎 也不一定 其實很廣 其實 顧客的年齡 年齡層的範圍跟 職業範圍都還蠻廣 不單 僅限於賽車手 也有像是 有一定年紀的 父親 就是當爸爸的 也會來玩 但是之前 遇到一個比較 讓我印象深刻的客人 他可能小我幾歲也是年輕人 他 玩這個 他買模擬器主要是想要去玩甩尾 喔 真的 那但是 我們以為當初就是在模擬器裡面玩完就好了 可是沒有他後來去買一台比賽車 他就去參加真車的比賽 喔是 對 然後他就是 真車也練習 他回家是練習模擬器 就這樣子交互的去 反覆不斷的去增加技術 開車時速 後來他第一次參加比賽 就拿冠軍 我覺得很厲害 那他練習時間多久? 前後加點總共多久? 練習了多久? 練習了多久 我記得模擬器 裝完到他參加第一次比賽 也有大概一年的時間 喔他練習一年? 對對但是他幾乎是天天練習 喔 天天可能 下班就 就回家練個 3個小時左右 那假日就去空地去練真的他的甩尾車 喔 每次練完真車就過來調整一下模擬器 就是維持手感 怎樣在家都 都能接近到真實的感受 所以這個案例算是 讓你印象很深刻 應該也算是你有成就感來 因為等於你有幫到他 對對對 就跟我們服務的理念是相企合的 是相伏的 喔 你是真心希望透過你的產品去幫助 如果真的是在 比賽選手他可以 模擬這種真實的 狀況 對對對我希望能減少他們 練習的成本 喔 因為坦白說 在家裡 開模擬器 其實 除了電費其他也 不用到什麼成本 可是如果你就賽車場 我們家就不只了 喔對 賽車場就是 真實的輪胎 或是賽車的消耗 是 這些都是用錢對起來的 喔 所以你想說他們可以堅塵成本 但是可以 要達到那個練習的感覺 對對對 讓他們很有效率的練車 喔是 好 那吹本 你們TSR還是這個品牌 因為你說疫情到現在 超過三四年 對不對 那我相信你一定會希望這個品牌越來有越好的發展 那你有沒有一些未來的一些規劃 我未來的規劃就是想要有一個實體的空間 有實體的店面 可以讓客人來體驗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做這個服務啊 譬如說道府安裝這個一條龍服務 很多客人其實沒有體驗過他不知道這個東西玩起來怎樣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空間可以 可以擺設出我們 不同 不同的設備 不同的搭配方案 去他們體驗說 他們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或許對他們的選購 會有 更 更好的幫助 喔 所以你是希望未來規劃有一個實體店面就是 除了銷售之外他們也可以爭持的實際體驗看看 那喜歡的話再安裝這樣子 對對對 那吹本那如果說 因為我覺得 就像你講這幾年可能大家對這種賽車模擬機 越來越多人喜歡越多人有興趣 那如果有人也想要創業也想要進入這個 這個領域的話他們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什麼樣的建議 我的建議就是 盡量放手去試試看 因為 去試了之後才會知道說 有什麼地方是需要做調整 或是改變 是 對 那我覺得 主要做好風險控管 讓自己不要 不要真的倒掉 真的做不下去 就可以 然後最重要就是要 要維持熱忱 有熱忱才能把這個事業一直 經營下去 應該說 不管什麼行業啦 應該說創業就是要有熱忱 那你熱忱之外 你在邊 邊做 邊學邊做 過程當中可以邊調整 所以不用怕失敗 對 所以特別鼓勵你 鼓勵大家就說 如果真的有夢想追 如果真的想追 就放手去做 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 對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TSRS賽車模擬專門店的 負責人 林君達 Trevor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Trevor分享 謝謝你 謝謝